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 这样的天价就意味着自己这病没救了 陆勇2004年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 印度有一款纺织版本的格列位 一盒之卖4000元 团购还便宜 所以主人公就开始靠这个药物续命 并且自己开始代购这款的借此帮更多病友 看完这片子感触很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身边的人 也不敢去医院的同龄的朋友说 就怕去医院检查出个什么问题 到时候才是陷入了两难 的确 比起体面的首饰包包 医院才是揭开贫富差距的真实写照 你可以在医院里看到些没两只取牌号的人 有面色凝重 有面色舒缓的 还有一次谋生的漂亮